一名身高150公分 体重只有30几公斤的纸片女街友 在屏东市中山公园 抢了一名老太太的金氏 警方三个小时内就将女嫌犯逮捕 但是远景不解的是 为什么被抢的老妇人 没有抵抗逃跑呢 结果老妇人安怨的说 我都卡牌了 怎么跑得去啊 身穿黄T恤 黑长裤的女抢匪 T恤大到像是把麻布袋穿在身上 这么奇怪的装扮 不是因为衣服size太大 而是抢匪身高150公分 却只有30公斤 瘦的就像纸片人 都会杀出来含 今天都杀杀出来在那儿 那也不是算他唱的样子 我心里想 他们都跟旧的朋友啦 周姓女抢匪没有工作 却喜欢在屏东市中山公园 汉人吃檳榔喝酒 身上没钱 把弯脑筋动到一名妇人身上 女抢匪借故攀谈 在趁机抢走市价 十三万元的金氏 掌握在头上 一大一大一大 那我怎么像 无家可贵那种 只是警方纳闷 被害老妇人 明明比女抢匪又高又重 怎么会没有反抗 老妇人竟回答广告台词 因为腿也没烂 是要怎么走 很瘦 她很瘦 对啊 她有个人家穿 她不是她穿 她不是她穿 她都会整棍在那儿坐 30公斤的瘦弱女子 竟然可以行抢高壮妇人得逞 让警方也觉得不可思议 记者中文和陈为君 竟然不得